所以我一看 学过佛的人一打哈起 都是手遮住的 都是我讲的 心灵法门的弟子都是这样 如果今天坐在下面一个女的 哇 有啊 她不知道没人跟她讲啊 嘴巴张的了 真的 三个小笼包子都塞得进 所以要懂得礼仪 仁义廉耻 一个人要懂得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学佛的人都要懂得 所以为什么要让老人对老人好 也是个孝啊 对不对呀 所以我们做人 你给别人的印象 你可以从别人的脸上可以看出来的 很多人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别人要不要听 你讲的话人家已经生气了 你还在讲 那么怎么样 你可以从别人的脸上 看到你讲话的效果呢 因为你讲出去的话 对方会有表情的 如果你讲得很讨厌 对方 是啊 意思你好了吗 就这种感觉 你自己有感觉的 因为你凶 他的脸也会凶 你柔和 他的脸也会柔和 他是你的一面镜子 很多夫妻一辈子就不了解对方 很多夫妻明明知道对方已经生气了 还要讲啊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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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今天下面讲的都是把你们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的 你们要懂啊 真的没人教导你们呢 很多啊 女孩子真的不懂 真的走路啊 做样子 你看拍照片 拍集体照 两个腿不能插开的 你看 你看法师的衣服 它前面全部有遮住的 但是我们现在 居室我们都没有 所以你跟领导在 或跟一个比较高尚的人在一起 你个腿这么一插拍照片 你说你这个照片看了多难看 对不对啊 你跑出去要有样子的 什么叫样子 样子就是你的心中的一个典范 所以要学啊 什么东西都要学的 很多人就是不懂 你看现在很多事情发生了 就是因为不懂的这些 看见老人 你让坐嘛 我说的一个事情就是 过站了 一个女的气得不得了 跟司机说 你停下来 她就不停 她不停 拿几个包啊 气得不得了 就直接打上去了 就司机一踩油门 一踩刹车 倒下来混过去了 你们想想看了 人的脾气现在多大呀 动不动就动手 动不动就骂人 从你的脸上 可以看出你的修养 一个人学佛的脸 就应该有学佛的修养 所以今天呢 只是教你们一点点 让你们懂得 以后啊 吃饭啊 不能一边吃饭 一边讲话的 法师的丛林制度里边 吃饭就少讲话 因为一边吃饭 很难看 我问你们 你们牙齿上 镶嵌了一点脏的菜 你说难看不难看 那当你在嚼宴 所有的菜的时候 哎呦很好啊 满嘴都是菜 你说什么感觉 你们告诉我 所以我希望你们 跟我学佛的人 一定要学的规规矩矩 什么事情要跟你 要说对不起 对不起 中华传统讲 人 理多 人不怪 多讲 像我们这种 哎呦对不起啊 哎呀 谢谢你啊 感恩你啊 看见别人就说感恩 我现在看见你们 就说感恩 感恩你们来看我 感恩你们 坐十几个小时 来看我 感恩你们 转机的坐 二十几个小时 那对不对啊 开心了吧 我得到的是什么回报啊 大家感恩我呀 对不对啊 所以做人 就是做事啊 做事就是做人啊 一个人一辈子 不会做人 话都不会讲啊 在家里老得罪人 在单位里还说 台长啊 你教教我 为什么我到单位里 老得罪人了 我说你最好脸上 去画一张笑脸 挂在脸上就好了 你的脸让人家一看 人家就觉得 非常的讨厌 笑口常开啊 你们为什么喜欢 跟台长在一起 学东西啊 衣服要端正啊 有时候领子这么没弄好 头发没弄好 你都不知道的 我跟他们 我们的弟子讲了 你看见师父头发不好 衣服不好 你们要跟我讲的 对不对啊 现在的人你敢讲啊 那个领导在边上 如果没弄好 领导你这个头发 麻烦了 你不敢讲了 要讲 要让人家讲你身上的缺点 你以后改正了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想想看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讲 你们在学校里的时候 没人讲啊 老师 你们在幼儿园的时候 有老师 对不对啊 然后大学里也有老师 等到毕业之后 没人讲了 自己觉得长大了 哎呀 真的 要好好学啊 学佛就是学理啊 大家要懂啊 所以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先学会道理 道理就是 学博人 道理就是合掌 跟人家说 我衷心的感恩你啊 其实 拜别人的时候 我问你 你拜了自己了吗 看见了吗 拜你 拜自己啊 哎呀 你是菩萨啊 你心里要知道 我是菩萨啊 对不对啊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帮助别人 别人一定帮助你的 实际上台长 很喜欢跟你们随便聊聊 你们这么远的路 对不对啊 不远万里 来到这里来看 对不对啊 所以我要多给你们讲一点 多给你们 要懂得一点 一个人学什么事情 都要节制 不能过分 那节制就是 思考而止 过分了 什么事情都不好 到了自己 控制不住的时候 要记住了 马上要学会 人路 一定要克制自己 不能过头 要终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